我觉得就刚刚好及格吧 因为我觉得排位的时候表现不好 所以第一轮排得比较靠后 造成第一轮的比赛 其实状况比较艰难 然后也跟对手发生了一个小的擦状 还好第二轮我们安全的起步 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 也是相对取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然后第三轮又有了车队奖 跟我个人的一个奖 所以我觉得对我跟车队来讲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成都这一战是比较特别 因为它后半段几乎不需要踩刹车 是一个连续油门控制车辆 连续高速重心转移的一个赛段 我相信离开成都以后 就不会再有这种赛段 所以就是我们 因为车辆重心上的这个劣势呢 就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我觉得下战的话 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接近一些 我去年刚参加的时候我就说过了 就是参加比赛就是为了拿的一名 一直都是这样的